我們剛剛已經講完那個有關影像地圖 再來就是這個東西 在頁尾的部分 在那個Footer部分 就是底下 記得是Footer 上次我們是做的是Header 把它改在Footer上 那做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 插入一個DIV 把它改成那BAR 千萬不要你沒插入DIV 直接把Footer改成那BAR 那你就沒有Footer 所以一個小動作 讓我做一下給各位看 一請找到頁尾 這一個頁面的頁尾 頁尾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怎樣 把它先Delete掉 在這裡面我的習慣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打DIV 我覺得有些同學習慣還蠻好的 已經開始全程用程式自己打 當然是很OK 如果不行沒關係 先用圖形畫 不然的話很痛苦 你如果一下子沒那麼厲害 不要為難自己 OK 那第一個就是說 點到這邊之後的話 做插入什麼 一個板面 這個DIV 其實這個DIV 只是說幫你在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 它這邊一閃一閃的位置 實際上就是這個位置 也是上面這邊有個游標對不對 那當然你有個簡單的方法 一你可以如果用圖形畫工具 這邊 把板面裡面一個插入DIV 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它會在這裡面幫你插入DIV 所以你可以什麼 Delete掉 那DIV頭尾就出來了 不過你會發現 它底下的這個東西還在 等一下 可能要把它刪掉 不然會多一塊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要不然就是說 你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這麼麻煩 可以啊 你就直接點這個位置 看到這裡 把這邊的 Footer到Footer的DIV到DIV 中間怎麼樣 Delete掉 自己怎麼樣 這個地方可以自己打DIV DIV頭 DIV尾 那尾的話實際上再多一個斜線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這個DIV 複製過來 把它 再多一個斜線給它 這樣子也可以 這個就是一個DIV 跟你插入版型機構 一些一樣 不然就乾脆在這邊打 那打完之後選取它 按一下這個資料標籤裡面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加一個那個 DataRaw 等於NetBar 其實你也可以在DIV後面自己打 不過如果 不行的話你就自己在這邊 找到DataRaw 再找到什麼 找到NetBar 在這裡NetBar OK 好 這個時候其實你做了這件事情 它其實只是幫你寫的一個程式在哪裡 在這裡 好有沒有 那再來做什麼呢 在這個NetBar裡面 我們要 在這個DIV裡面 我要去做什麼 就是再加那個 我們的項目 那項目部分的話總共有四個 所以這個動作其實跟剛剛有點類似 就是1234把這個四個東西呢 放到這個DIV的插入點 其實就這個裡面把它貼上 因為我已經預先打 如果你沒有預先打的話 你就自己可能要自己再去做這個清單 然後把這個清單做成什麼項目清單 對不對 那一樣的方法 反正你就是再去加上什麼 超連結 這邊的話 其實它跟那個LeasterView很像 甚至可以把LeasterView拿來做修改 只是說如果你功力不夠的話 你還是老老實實先做一下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那這邊 把這個Page 1 2 3 4 好 做完之後 再來先預覽一下 OK 看一下有沒有在下面 奇怪 沒看到 不過它在下面這裡 出來了 對不對 能不能連結 可以連結 有沒有連過來了 那再來當然就缺什麼 缺它icon 那icon的話 如果說 還有啦 它的位置會不會太下面了 所以如果說 我要固定在哪裡呢 固定在下方 有沒有 一顯示 無論如何 你就幫我停在那裡 我不用捲動就出來的話 那你記得 還有一個 我前面講過 把這個Footer先選起來 之後記得 Footer怎麼選 這個這個 有的小技巧 這條線 你點下去 它會幫你框起來 那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要不你就看 那個 程式 一定是Footer開頭 DIV結束 要不就是 DIV 這個 有沒有 Data rule一定是Footer 這樣子 才確定 你有選到 你的Footer 那如果你要固定的話 記得用哪一個嗎 Data 什麼 Position 有沒有 再選這個 千萬不要選到 別的 之前有同學 是選到 Nepar 你選 Nepar 沒有 Nepar 它不可能固定 只有Footer 或Head 才可以 去把那個位置固定 所以 這邊的話 請你把它改成Fixed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即時一下 有沒有 它就出來了 但是它會有 0.5秒的時間差喔 所以剛剛同學 突然一下子沒出來 那 主要是 它會有一個時間差 它要先 把這個頁面先載進來 載完之後呢 再看到你有Fixed 它再幫你把它Fixed到下面 那最後還有什麼 Icon 沒加 所以Icon怎麼加 其實我前面講過 Icon要加的方法 就是點它一下 再加上什麼 這個 個別的再去加它的Icon 那Icon 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能選的 就這17個 所以我就 隨便選一個吧 反正就是 大概你就參考一下吧 綠島機場 用XX 好像也不知道哪一個 所以 我大概綠島機場 機場 比如說我用那個Grid 好了 有點像表格 那 魚的話 就是用什麼 Gear 反正就類似像 海參瓶 那也許用一個Star 那朝日溫泉的話 最好有個溫泉 不過沒有 這什麼Search 不對 反正這個OK 那我們就 計時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它的圖示 就出來了 那當然如果未來 你覺得這個顏色 不OK的話 你當然還可以 再去個別的去設定 它的什麼 DataSync 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 這個我現在就選到 最後一個啦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黃色的話 那你可以改成EA 有沒有 它這個時候呢 會幫你改成黃色的 一個 那為什麼只有改它 因為你現在 游標是在這個上面 所以這個就改了 你也可以每個啊 把四個按鈕怎麼樣 做四種顏色 對不對 可以啊 上禮拜有講過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NetBar 那完成一個之後呢 你希望把這個NetBar 再搬到每一個的話 OK 也是一樣嘛 還記得吧 就是 這個地方 就是把整個選起來 再確定一下呢 這一段是不是你要的 是的話呢 那你就把整個 有沒有發現 它也會包含Fixer 也會包含Footer 這個很重要喔 如果你 只要有一個小地方 沒選到 貼上去 那就一定會失敗 所以非常要小心喔 那把這個地方喔 把Footer選一下 Ctrl C 再移到哪裡呢 綠島機場的業圍 點一下Footer 那確定是Footer之後 把它貼上 先移植一個看看 即時一下 綠島機場 OK的 而且喔 它會Fixed 為什麼 因為那一個選舉 它會把整個Fixed 就是呢 把那個Footer裡面的 所有屬性標籤 全部一次進來了 OK喔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再來就是怎麼樣 上面再把這個按鈕給加上去 然後等一下也許再把 顏色再變一下 不過今天應該 Visual Studio應該 可能時間 所以有同學已經動作很快 自己可以試試看 其實很簡單 Visual Studio你產生之後 它裡面有一個 Triple W的一個目錄啦 整個把這個整個目錄 東西丟進去 其實就可以work了 也可以打包出去了 OK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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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